来看下一个案例 其实现实生活中啊 我们可能用成人的标准 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 经常搞破坏 是吧 我在咨询中的案例中 经常会有 这个妈妈领着两三岁 三四岁的孩子来了 说你说这可怎么办 这么小就天天跟我作对 电饭锅做饭呢 他拔了 拔了以后我就等着 一吃饭的时候 发现这饭怎么没熟啊 有是吧 老师这个有 我儿现在就有 好多作剧啊 洗衣机转着 过去噔噔噔给你关了 洗一半快洗完了 它给你关了 就特别崩溃 就上次那个鸭蛋 也是踩到上面 你们不要把它踩 它就会在仰儿上放鸭蛋 它上面踩一脚 看你又说不行踩啊 两只脚都上去 不要我踩 不要踩 但像洗衣机或者踩鸭蛋那个 它做一两次 它自己就不会做了 无伤大雅 它就觉得好玩 不 做一直做 现在只要你快洗衣机 我就要关上它 因为有声音嘛 一看就噔噔噔噔 一关就噔噔噔噔 然后它就来来去 东老师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严重到搞破坏吗 我觉得破坏是这样 就是可能破坏了 我们的秩序 就破坏不是破坏一个东西 把洗衣机给弄坏了 把玩具给掰了 它就破坏了你的秩序 所以你很抓狂 你想把它规制了 就是说你以后不许这样 不许干那个 不许干那个 但是我们会发现 越说不许它越干 对 为什么呀 就是儿童啊 它对名词特别关注 不许碰洗衣机 它肯定奔洗衣机去 对 为什么呀 它关注最后一个名词 你不要什么 它其实已经被屏蔽掉了 那我下次说不动 不说不动什么 没有 我是这样 比方说洗衣机开着呢 那可能你就让它远离 不是说你开着大门 家里面就这一个声音 它让它不动 你认为这个可能吗 就是我们要把它 限制一个东西 比方说卫生间的门 或者我给它关上 它进不去了 没有办法 而不是说通过自觉 你想想这么点的孩子 他怎么有这个自觉性 他记不住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把他当成成人了 他就是个小孩子 老师我还想问个问题 帮我一个幼师的朋友问的 别爱着面子 就是你 没有 你想 班上啊 有一个熊孩子 就是在那个班上 他真的是破坏秩序了 他是带头起义哦 就是不想上幼儿园 不想上幼儿园 然后怎么呢 搞破坏 就把那个纸张啊 然后吸水搞湿了 往那个墙上砸 我小时候就干过 带着全班同学干 拿洗衣领冲完 然后纸吸碎了 然后拿那个鼻管吹 一吹 熊孩子长大了 就能粘到那个房顶上 我已经看了 看儿子老师上了上了课 那纸底沾 那个湿的纸 粘到房顶上来 一会它会干掉 然后班上就快 掉下来 烟坏的 特别好玩 老师 这个 这种孩子怎么办啊 我觉得是这样 比方说他把纸都用完了 让家长夸张点 拿一落纸 说你看 我们要把这些纸 都赔给人家 那成熟结果是不是 对啊 看这一落 或者说不够 还不够 把一个玩具 也得赔给人家 是吧 因为一如原有损失了 是吧 你看全班嗨派 全班很开心 那你一个人承担后果 你认为他会不会算账 实在是高 对 高人 你要为你的破坏行动 付出代价 代价就是你最心爱的玩具 对 一块拿走 第一次他绝对不没有下次 嗯